原标题 制片人的影视剧《江夜》已在腾讯视频迎来会员大结局 该剧播出以来 九剧网播剧是播放量第一 多次蝉联谷朵数据网络剧热度榜单一位 而第一部《江夜》的剧情主要是围绕宁缺展开的 从书壁湖的砍柴人到书院十三先生 从颜色首图到精神阵的主人 宁缺人生中重大的经历都在第一部中呈现出来了 桑桑作为宁缺的小侍女 也作为光明大神官的徒弟 她的成长还没有正式开始 第一部她只是陪伴在宁缺身边 帮她一起复仇 江夜号称今年还原度最高的网剧 相比于《斗七花马》的某剧自然播放量 好评率遥遥领先 当然了在后面的剧情中桑桑要开始逐渐的转变了 白白胖胖的样子不由得让小编想起了一个演员 贾琳 你还别说在小编的对照下发现灵姐和桑桑的剧照还有几处撞脸的呢 我先来放几张图片 哈哈 看到这些图片以后你有什么想法呢 快来评价一下你心目中黑化的浩天该由谁来演吧 你忍得来演员 你还在这些图片以后叫年 我完蛋了